称我不相信这有任何科学依据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中国政府做出上述决定肯定是有根有据的 那么经了解了 近期中国海关多次 在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中 检出了危险性的有害生物 那么其中一家企业出口的油菜籽检疫问题尤为严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海关根据法律法规和国际管理 做出了暂停进口的决定 这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加拿大作为全球最大的油菜籽生产国 最大的油菜籽和菜籽油出口国 相信也一定能够明白 有害生物一旦传入 对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道理 那么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 中国政府也需要保障自己国民的健康和安全 蓝近日表示中国海关总组取消一家加拿大企业对华 出口油菜籽的资格令人担忧 优优独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